接着下来第三场,长途,四班2千2,曾经去过重化马,123,590 四班2千2的长途赛,状态fit的马,其实都是很平均的水准 十丘的幸运飞弹就随面枯,十丘的牛精辉煌头罩有了 他就初戴面枯试试,什么试试吧,趁这些长途赛就 先看这只文武传奇,很明显在过三班就不够人家跑 我觉得他就,很多时候跑硬都不行,那不如都回吧 你说休息四个礼拜,四个半礼拜,五个多礼拜 其实这些组马很多只都休息这么久了 他就回去重化,什么拍跳啊,平时那些跳呢 他都是抬个耳套扎尼,如果真正实正,拍啊,做啊 那些就抬个眼罩扎尼,这个试试也是顺义,那跟着就算了 回来香港,也都再拍一货了,走入面那只 近镜就是马柱星飞,那两只马的状态长期都保持得挺稳定的 希望下班都可以搭得够了,他都不算是最靓的文武传奇 他最佳拍档来的,原来跟田泰安,五尾的 好,这只就南海策略,那都是扯住这样去 他也都翻过重化,重化跳都是这样的了,都是扑住去的了 其实现在大家都想不到那些捕捉形势的了,这些长途 接着看重化另一组试集,就中档,御丰行走出面是自捕区 那只就跑第八场的,先看这只御丰行先,今年就跑得比较少一点 二月、三月一起都只是跑了三局,但至今这只马都是三菱部队 他没有上过名的,试这个集就偷出了,末端很早质的了 开到步,均速摆前就追不到他,结果就赢了 外面的智宝区就可能步速比较慢一点,所以最后才追上来 的确这些御丰行,都是踢一脚,踢一脚都未必动一动 踢两脚才动一动,又懒,又粒,我也不知道他 踢到这些路程都没有踢,太长路程了,没有踢 四号马,另一只苏保罗的龙战士,他本身是后尾一 加起旺同士,另外后面是牛睛辉煌 梁家俊跑就好了,这只 是,结果跌到赫明年的手道,试都是梁家俊士 当然他没有尿到那只碎蓝会临时气拳不跑 结果落了赫明年手,因为这只马其实也有尺寸,考一些流放 梁家俊就很熟悉他,今年也跑得很好,试习的顺根 牛睛辉煌就不是那么多,尤尾都有骑的 但是都被马群有点脱开了 所以就交回面孤,牛睛辉煌,尤尾 龙战士,他的动作是这样的,树尾也是这样的,赢他也是这样的 但是你说严格去计算,他跑大长沙前,即是比法学谷 因为法学谷的蚁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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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蚁 不用理他,特性多好了很多 至于有势力,只不过是稍好一点 接着就舌欣试的大有心得,但出来跑,就由潘顿纳出来跑 舌欣近期的成绩真的好一些 但是继续都是坐骑数目很少,这次也是 最后大步论进的马,你要在马林里转来转去,想找位置上去 你看到他的动作是不那么灵活的马,要有些空间,让他前面开步,他就走得顺一点 他也算厉害,三岁,不断增情,转场地 刚才那个大杂就没有眼罩,但进了杂之后,不断起琴 所以他就慢一慢,又要再考眼罩,又要再考个杂 最后跳这些课才出对脚,其他那些全部都出不对脚 程序,他的例子必有点偏偏的头跳,都看惯了 这些新光颈漂亮,看上去老人家 但这个图程以往都累积了,跑了七次,是7比0 好,再看看这只乐盈莹,眼罩是否特意的? 真的看不看得到? 我看他跳也是这样的,原来 这些究竟为什么会这样,我也不知道 可行的一件事,就是他正常地做,不过,你说跟马跑 其实这些马都不知道跟马跑行不行 他小小只,不半球,可能现在才好些 但是暂时看到,就真的只是放在前面走 不,浩然可能眼睛睛睛高一点 是的,很骄傲 但是香港又不是这样,戴得正常一点的感觉 上次郭南赢了,但是这些磁熟,刚刚才起飞的马 你都不要说他四班不够 回到香港,就把眼光放下来 好了,精彩飞动,赞冠军,莫雷拉 四班,不用一定要等到五班 这些,有时我都想,分尾马是否落五班一击会稳较 但是这些莫雷拉都像样子 十一,幸运飞弹,这些今年也都 跑下去都挺失望的 很微好马地看下去走,他又不是很差 但是落到长,长一点又不行 短途又一般的 停滞了 上一次跟个位,这么慢捕捉那场,是他散的 外面118,牛蒸辉煌,可能因为大闸真的这么厉害 好像追都不追,就加个面图试一下 再来就是胜利波幅,这些都是曾经接近过的 但是接近慢接近,早上我都觉得他不是那么吸引 整天跳起上来的布,怪怪的 很零碎,不整齐 好,马主升辉,你看完刚才那只 顾问论日后前景,大家如何 胜利波幅也好,你看回这只马主升辉 大家开些步,这些全部是很松容的 很整齐的开些步 来到第三场,四班2200米 这一组其实都混习了 几多状态好的马在 譬如南海策略,今季都是有些失运 今年跑了五个第二,但一直都赢不到 希望今次可以配合到叶楚行那手马 大举出击,要选择的 其他就,我想精彩飞动 莫雷拉是带来一个很明显的变数 因为他跑的这只马,零零射射 是发跡会高一点的 所以他跑就要称高 除了这些马之外,很多马都很平均 譬如有势力,大有心得那些很紧 农战士都是适合的 所以这一组多马选 是的,你检查一些在跑马地跑这些千八滑以上路程 那些,刚刚是全赛,那些又赢了 你都觉得,都是够不够赢的那些马 接着那次落益线那场马 又是突然之间那些马又跑上去 总而言之,这些是纯粹跑的形势 就是我真的,你就看看你能不能够赢的形势 有时霍利时的马,过来跑马地 就好像每个都挺好的 情趣我觉得状态挺好的 但是狗档我都怕他蝕不起 都是精彩飞动,信莫雷拉这些变咒 第三场赛事都简单研究过 休息一会